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圆讲鸟话 上一期我收到了很多你们发给我的有趣话题是想要我讲的 我挑出了几个蛮有趣的 接下来的阿圆鸟话我会一个一个慢慢讲 而今天的主题也是你们提供的 那就是男生喜欢上女生的八大表现 其实要知道一个男生是否喜欢你 某些时候也并不容易 有些男生喜欢偷偷地暗恋着自己喜欢的女生 而有些就很大胆而浪漫地表达自己对你的喜欢 各位brother 不要怪我出卖你们啦 我也是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罢了 好啦,到底男生喜欢上女生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 第一,他会凸显自己,引你注意 当一个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时 他会在那女生面前不断地表现自己 因为他希望给那女生留下勇敢,幽默,潇洒,帅气,种种的印象 如果你发现那个男生很经常趁你不注意时偷看你 又或者很经常特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举动来引你注意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暗恋你啦 第二,他会每天和你联系,想要知道你每天做了些什么 如果你发现一个男生在工作的时候或是玩游戏的时候 还愿意为了你放下手楼上的工作和游戏来跟你聊天 那代表他真的很喜欢你 如果他整天都没有message你的话 那也并不代表他不喜欢你 有时候我们男生暗恋一位女生也很喜欢故作姿态 他不联络你,就是在整着你联络他 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给他试探他 如果他装作不在意,但却有说不完的话就像这样 哈喽? 什么? 没有啊,很忙咯 你咧?今天没有出去咩? 哈哈哈,我跟你讲,刚刚有一个uncle哦? 是啊是啊,你还记得老师的表情嘛 哈?才聊? 三个小时半吧我叻 不要管先啦,聊多一下啦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他绝对对你有好感 第三,他会用心观察并记住你的一切 当一个男生喜欢你,他会记得所有关于你的一切 比如生日日期,生理期,考试日期等等 而且他也会很注意你平时不经意说过的一些话 和提过的某件事,然后再给你鼓励和惊喜 第四,他会为你预留时间 一个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希望他的时间有大部分都有你的影子 当你打给他,问他,哈啰?你明天有空吗? 即使他再没空,他也会想尽办法挤出时间给你 明天啊 OK啊,你要去看你 相反的,如果在你约了那个男生后 而他却经常说没空,也不重视的话 那么你也不必继续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啦 第五,他会给你曖昧感的称呼 如果他喜欢你,那么他一定会在你们发展到不错了的时候 给你一个专属的称呼 有几个最经典的称呼大家肯定都很熟悉的 比如,笨蛋,傻瓜,肥猪,肥婆,沙皮,可爱的,矮的,高的,瘦的,肥的 不管是wechat或是contact number里面 如果你发现他把你的名字特别化 而且只有他会这样叫你的话 那他肯定是对你有感觉了 第六,他会很期待下一次的约会 这一点是绝对跑不掉的 但男生跟一个自己喜欢的女生约会结束后 他肯定会很不舍得,会很迫不及待的想要下一次约会 所以女生们,如果你发现每次在约会结束后 你们才刚分开不久,他就立刻message你了 又或者在约会结束后,他会一直问你 诶,下次你几时还有空? 诶,下次我们再去那间cafe啦! 喂,矮的,几时要去看那套戏? 诶,我跟你讲,我又发现新的韩国餐厅哦,几时要去?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不用我讲,你自己也知道咯 第七,他会时常赞美你或作弄你 对一个男生而言,适当的作弄和欺负是某种程度上的调情方式 每个男生的调情方式都不一定一样 有些男生喜欢赞美你,而有些男生就是喜欢欺负你、作弄你 比如 喂,矮的,怎么你长不高? 诶,你肥到这样还要吃啊? 诶,这位每次一样耳环的 哇,你看你屁股这样大 好伸扬啊 不要玩啊,不要玩啊 他那么喜欢酸你,欺负你 一天没有像你好像会死这样,目的也只是为了要你 打他 去死啊,你不要靠北啦 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和你多一点近距离结束罢了 第八,他会试探你有没有暗恋的人 当一个男生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或是暗恋的人的话 那么他多数对你有意思了 他会问你这些问题,那是因为他在吃醋 他担心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这个时候,你的答案会让他有两种反应 有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哦,我没有暗恋的人也没有喜欢的人哦 那,包括你 当然,还有一种例外 有些男生单纯只是因为他身边的朋友喜欢你 他想帮朋友探口风,才会这样来问你 所以你也可以想看看他身边是不是有其他男生朋友 对你有意思啦 以上综合的男生喜欢上女生的八大表现 其实也不止八个那么少啦 当一个男生喜欢上一个女生 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举动和表现 如果你发现他对你和对其他女生的方式不一样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很肯定 他是真的喜欢你啦 女生们,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或是几个男生都喜欢你 但又不确定的话 希望我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暗恋女生就要敢敢承认 兄弟们,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出卖你们的 我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 才会把这一次的主题 拜拜 我是阿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